四大公投開票結果出爐 反萊豬等四案都是不同意票 高於同意票 对于这个结果 台湾民众党批评 绿营在这一次的公投宣传里 把反萊豬曲解成反美豬 根本是模糊焦点 而实力则是对于公投榜大选 没有过表达了遗憾 四大公投案开票结果出爐 反萊豬 公投榜大选等四案 通通是不同意票 多于同意票 无法通过门槛 对于这个结果 台湾民众党认为 多数选民并没有因为 蓝绿的极端主张 出门投票 也痛批民进党把反萊豬 曲解成反美豬 根本是模糊焦点 在这次的公投宣传过程中 尤其在最后这几天 执政党公然散播假讯息 甚至在蔡英文总统的脸书中 他把反萊豬曲解成反美豬 我想这个乌贼的战术 其实是模糊焦点 民众党呼吁民进党应该与在野党携手 尽快完成不在籍投票的立法 方便行使公民权 而时代力量则是对公投榜大选没有过 表达遗憾 没有绑大选 所以即使对投票率还是有影响 那再来就是针对公投的宣传 在两大党的这个政党对决之下 就是说公投内容的这个讨论 其实很多民众是不知道 针对反萊豬公投未过 实力认为政府在萊剂标示上 或者对内脏的疑虑 处理应该更明确 才能让民众放心 也希望政府未来能看重这个部分 记得陈嘉欣 王德鑫 台北报道